下面咱们还是要进行一些预处理的工作 就是说咱们现在的一封邮件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吧 对于一封邮件来说 它的单词的个数可能有的多 可能有的少 每一封邮件它的一个长短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卷积神经网当中 我们想一想 如果说一封邮件它长短不一样 是不是说最终咱们卷积出来的 这样特征图的一个大小 或者说个数也是不一样的 不是特征 就是说它的一个大小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能用最终的一个特征图 然后跟全连接层进行一个连接 最后我们好进行一个分类人物 那首先我就得保证这样一点 就是说所有的邮件大小必须都是一样的 因为咱们要保证这样一个数的矩阵 它大小是一样的吗 如果说你数的矩阵 这个大小是不一样的 会对我最终结果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去做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件事 要使得所有邮件的一个大小是一样的 这个怎么办呢 咱们先要看一下 它最大的一个长度是多大 就是说我们先看一下 对于所有邮件当中来说 最多的一封邮件 它出现单词的个数是多少 那比如说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是56 那后面就有一个40的 怎么办呢 咱们这个卷积神经网楼当中 是不是有一层叫做Padding 咱们也可以借助这样一种Padding的思想 就是说比方说你只有前40个单词 那你后面拿0进行补充 补充完之后跟最长的那个一样长 不就可以了吗 咱们先要算一下 就是咱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这样一个电子邮件 它是有多少单词的 Max这样一个Document 它的一个长度 Length它的一个Lance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Max里边 我们去算一下它的一个Long 它的一个个数 我们需要对这个单词 进行一个Split 就是说它是 因为它是以空格进行划分的嘛 所以说我要进行一个Split 然后Split里边呢 我让空格进行划分 划分完之后啊 然后我就是说对于所有的一个X 就是咱们要对于每个样本 都进行一个这样的判断嘛 然后找出来一下 对于所有样本当中 每一个长度先计算出来之后 我再看一下最大的一个长度 等于多少 那现在我就算出来了 这样一个最大的一个长度 算了一个最大长度之后啊 是不是说 我最大的最长那个 我就原始不动的放在那就可以了 那对于其他的 我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天充啊 咱们可以拿0进行一个天充吧 所以说我现在还需要指令一个东西 就是对于其他的变量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天充 这回呢我们就可以啊 用这个 这个TensorFlow 已经给咱们提供好这个工具 Processor 我让它这个Processor 然后等于 咱们刚才不是导进来了一个Learn吗 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Conservoir 这个Contrip里边 有一个模块叫做Learn 这个模块里边呢 就咱们需要找一东西 它有一个预处理啊 这个Processor 然后 我看一下 PRE 我想一想 PRE PRC Processing 然后 就是刚才那个 PRE Processing 然后它这个里边 有一个就是可以帮咱们 直接完成这个工具 然后叫做这个东西 Processor 这里呢我们只需要把这样一个最大长度 传进来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不指定啊 默认的填充的一个东西 它就会拿0 帮咱们进行一个填充 指定好这样一个最大长度 然后它就会帮咱们啊 把所有的一个字符啊 都转换成这样一个最大长度 然后呢 如果说它是小于这个长度的 那就会拿0进行一个填充 我们要对数据啊 真正的进行这样一个转换了 转换之后啊 我为了方便 我给它转换成一个 NAMPi额瑞的格式 然后呢 用刚才用指定的这个Processor 然后实际的去FIT Transform一下 实际的FIT Transform一下 咱们刚才传进来的这个数据啊 就直接 不用传这个东西 我直接把这个数据啊 传进来就可以了 咱们的一个Xtest 我把它复制过来 Xtest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步 哎呀 这块还有个括号 这块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步 就是说 现在不是大小不一样吗 我现在把它的大小 都转换成一致的 这这步啊 转换成一致之后 我们要对 咱们要进行一个数据结切分了 就是说 是有训练级 还有这样一个验证级 所以说呢 我首先啊 为了使得咱们的数据啊 看起来均衡一些 我先对咱们数据啊 进行一个Shuffer的操作 比如说 我先指定一个Seed 指定一个Seed啊 就是说 你按照一种什么样模式 去进行Shuffer 你指定一个Seed 每次Shuffer的样子啊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咱们Shuffer 咱们其实要的只是 它的一个index值 我们可以啊 把这样一个Shuffer的index拿出来 index Shuffer的index呢 就等于Numpad的RandomMakar RandomMakar 有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啊 直接用这个函数 帮咱们啊 进行一次Shuffer的操作 我们就把这个Y 传进来吧 就是Numpad第二个Runge 咱们直接其实啊 只需要传进来一个长度 我们传进来的一个是 ARANG 把个RungeY传进来吧 就是直接拿这个一个 Y有多少个 然后跟X有多少个 其实是一样的 有多少个 咱们就算多少个index值嘛 有了index值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XShuffer和一个YShuffer的 加上一个D 表示这Shuffer完了 然后呢 这样Y 它也是Shuffer完了 Shuffer完啊 咱们现在刚才不是说 有一共有这样个样本吗 对于这么多样本 我算了它的一个index值嘛 所以说原来的一个X 原来的X等于现在 等于原来的X 然后再把这样一个 Shuffer index给它传进去 对于Y来说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让这个index啊 是一对应的 Y也是把这个Shuffer index 再也得传进来 Y里边也是传进去 这个Shuffer index值 现在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步洗牌操作 通常情况下 在咱们构建这个模型之前 我们也是先要对数据啊 先进行一个洗牌 别让数据啊 每一个都挨在一起的 咱们先做了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 咱们之前啊 是不是有一个 这样一对 我用不用类 用simple了 用index吧 用对这样一个 dvsimple index 它表示的含义啊 就是说 咱们不是要进行一次 交叉验证吗 然后我用-1先乘一下 为什么是用-1呢 就是说 一会儿呢 我想得到一个复数 因为我要从后往前取 Python啊 对于从后往前取 它是一个复数吧 所以说 我先用前面 乘上了一个-1 然后呢 把这个比例啊 拿出来 这个比例是咱们刚才 写好的这样一个参数 Flux里边 就咱们刚才写好的 这个dv 这个把它直接复制过来吧 把这个参数拿过来 直接啊 用咱们这个参数 然后 我再乘上一个 再乘上一个flow的类型吧 因为咱们想得到一个小数 乘上一个flow类型呢 就是说啊 我实际的是拿多少个样本去算这样东西 我还是把y拿过来算一下 现在呢 我就得到了一个index 它是一个复注 比方说-100 就表示着 我最后那100个是用来做这样一个验证级的 然后呢 咱们还有这样一个x寸和一个y寸 我来写一下 就是一个 先把x写完吧 咱们的一个x寸 和一个x的dv dv呢 表示着咱们的一个验证级 然后呢 我分别要对它进行一个数据的选择 在shaffer的数据里边 首先呢 咱们是选的是 对于所有的一个训练级 so的一个训练级啊 就是从第一个数据开始 一直到 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一个 就是刚才写的障碍带子值 它是一个复数的吗 然后啊 这就是完成了一个x的值 x的值里边啊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选择 xshaffer的 然后呢 这是选择到了咱们的一个数据 对于这份数据来说呀 我们还需要再写一个东西 就是 xshaffer的 它现在是一个x寸 还有一个sdv嘛 xdv啊 就是xshaffer的里边 我们还要传进来一个 它呢 就是说 从我们后往前吧 就是一个index到最后 给它再冒号过来 x正是这么选择的 y同样也是这么样选择的 这回呢 我就把它的一个 y寸和它的一个y的dv 再写回来 这块是一个y 这块也是一个y 后面呢 这个index啊 它是一模一样的 后面我就不用改了 下面呢 我可以 我也可以啊 进行一个print 就是说 看一下咱们当前呀 打印一下当前的一个结果吧 就是说 比方说 你想看一下 它的一个最大词的一个个数是多少 我可以把刚才那个变量给它打印出来啊 我build the ring 就是我直接复制住吧 就是这个东西 max document length吧 直接就让它打印出来 然后呢 点formate一下 点formate里边啊 我们就传进来 它的一个 先是计算这样一个长度 计算一个长度里边呢 我可以用它的一个processor 这块 它的一个processor processor里边啊 我们掉它的一个属性 就是掉它的一个vo啊 就掉它这个东西 就可以打印出来它的一个长度了 然后呢 我还可以再print一下 当前的一个切分的比例 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实际的去看一下 当前啊 咱们的一个 的一个存值 怎么写这儿去了 当前咱们的存值和咱们的validation 它的一个切分的比例 大概是有多大的 我再写一个 dv 然后slit 在这里呢 咱们还是啊 进行一个.formate .formate的时候啊 我在这边写标准点吧 还是需要传进来一个 传进来这样一个表达符吧 咱们写成一个 冒号d的形式 然后呢 我把这个引号 挪到后面 对于这个下面来说啊 我们要写两个值 所以说 这块我需要写 传进来两个冒号d 我在这写一下 冒号 第一次的一个d值 在这块冒号 这块一个冒号d 然后呢 下面它是一个杠 然后它又是一个冒号d 把它写出来 然后呢 它直接点formate一下 把这括号写过写完 formate 点formate里边啊 咱们就实际传进来 它的一个真实值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传进来 但是它的一个len 算它的一个大小 把它的一个y吧 就用y来表示吧 y方便些 y的一个寸 它的一个trn 然后呢 以及 y的一个dev 分别写出来 y的一个dev 然后现在啊 现在呢 咱们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已经写完了 嗯 这块怎么多出来了 冒号d 来看一下这块啊 这块是东西写多了 这块把这个冒号给它去掉 现在这块怎么 这给我出个错呢 这块不是用 不用写这个括号 再看一下哪块写的有问题啊 冒号d冒号冒号 然后这样是应该直接点formate 直接点formate完之后啊 这块是不是多写了一个括号啊